大家好,我是Stella,我是Plappyland的創辦人 Plappyland是一個環保融合藝術的創作平台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藝術,帶出環保的信息 透過我們創造的藝術活動,可以連繫社會不同的階層、不同界別人士 按照環保的方向合作,展現社會共融精神 為什麼我們會用藝術這個元素呢? 因為藝術是一個無界限的存放媒介 它著重不是功能性,而是它的意義 能夠達出創造者對於事物的看法和情感 透過藝術帶給觀眾 而我們希望透過用這個新的角度 可以帶給香港人對於環保的一個新感覺 我們5分鐘環保藝術Flappy 其實就用的主題就是 新頭水膠漿噴頭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我們是衡量了兩方面的 第一就是它的獨特性 我們希望在市面上的環保藝術團體 是未用過這種物料的 第二就是它的獨特性 我們希望用的物料是取材於日常生活中 令到市民在平日接觸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提醒的作用 所以我們最後想到 不如用洗頭水膠漿噴頭吧 我們用這個洗頭水膠漿噴頭 就創造了這個環保藝術Flappy 其實它有兩大重點 第一就是乾淨回收 第二就是循環清淨 那怎樣可以帶出這個乾淨回收呢? 其實就在準備過程當中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的了 就好像因為你要做Flappy 你就要準備一個洗頭水膠漿噴頭 當你用完之後 你要塗空裡面的物料 你要洗乾淨和封乾它 那最後的步驟呢 你就要拆個泵頭出來 但是為什麼你要拆個泵頭出來呢?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金屬蛋光 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這東西是屬於一個複合性的物料 很難去和瓶身一起回收 那很多時候回收箱都不會去做這個步驟 所以它最後會去到堆填它 那故自然呢 在這個準備過程當中 你的洗頭水膠瓶 其實已經達至乾淨回收這個步驟 它可以放到塑膠回收箱裡 那最後呢 這個噴頭 我們就去到另一個步驟 它就是循環升值了 那在這方面 我們就設計了DIY Flat Pea Sticker Kit 那這個就是一個 用環保PVC物料去做的 它能夠防水 亦都可以貼完再貼 那以防參加者貼錯了的時候 它可以再貼過 那便免得有浪費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用這條頸帶貼到這個位置 那再將心形對摺 變成小鳥的形 那再貼上很有堅毅的眼神 黏在噴頭上面 這樣一個洗頭水膠瓶噴頭呢 就可以搖身 變成一個象徵環保的Flappy小鳥了 那我們呢 Flappy Land 就希望透過用五分鐘環保藝術Flappy 可以帶出一個新的感覺給香港人 希望將環保變成一種潮流 令到香港人可以去關注它 亦都將環保養成一種生活習慣 Flappy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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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入史八學的時候 就是讀建築設計的 當然建築都是很多複雜的學校 但是我自己的體會就是 好的建築其實是要感染那個用家的人 所以要透過一個藝術的設計 除了那個科學 即是環保綠色建築之外 都要透過空間、外形等一些裝置 希望能感染到工業家、使用者 都是有環保的行動 另一個例子就是在我們填寶 一個叫做T Park園區的文化樓 我們都給一些建築設計師 就是一個機業 他們將一些物品可以upcycle 最近都拿了幾個獎 就是用一些彎底舊碼頭 一些防撞的舊木 透過一個很創意的設計 變成那個T Cafe的桌子 就是一個upcycle的做法 加上一個補充就是我們的大篩鬼 因為我們的大篩鬼沒得到 是嗎? 是 好厲害 也是一個藝術的設計 因為我們政府環境局 宣傳一個珍惜食物 減少浪費 不可以太過雪餃式 可以去吃東西 所以我們就想 和我都道委員會一起想 如何有一個 懂食香港運動的 代表的訓人 基於這個眼闊討窄 這個四字成語 就設計了這個造型 幫我們宣傳 大家吃多少 叫多少 吃多少 煮多少 吃不完也不完 大家一起懂食米做大篩鬼 所以大家可以活動一下 想想 如何能夠有一個創新方法 去推廣一個有衣食 待會兒大篩鬼的新一檔 好吧 好 謝謝你 今天 一下吧 搭衫 什麼心拿什麽 喝錢 來麽 一 Ki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